這個唐揚雞塊呢,它其實蠻大塊,我看一份的話大概有1、2、3、4、5、6、7,大概有7塊 非常現任多汁,冷了之後也很好吃,但是還是推薦大家趁熱吃 最近因為疫情的影響,大家都沒有辦法外出用餐了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夜日本料理的一個外帶便當 那今天總共是買了兩個便當跟一個唐揚炸雞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裡面菜色 這個的話是唐揚雞塊,一份是120 然後呢,這個是山海玉扇比木魚 其實菜色還蠻豐富的喔 目前的話,各位看到面上的價位的話 目前比木魚變當一個是250 然後唐揚雞塊的話,部分是120 然後今天另外呢,我們還買了一個 這個,和風松版住便當,200塊 各位看一下,不要覺得這很貴喔 目前的話,新夜日本料理跟客路有推出優惠 那只要你購買的部分都是用79折 就是原價打79折啦 所以這個比木魚便當的話,大概的話是198 198塊,198塊 其實198塊吃這麼便當的話,其實覺得還蠻划算 我們現在來開箱一下這個 唐揚雞喔,酥炸唐揚雞 那因為其實這已經有放一點點 放了一點點時間 所以這雞塊,外表就沒有那麼酥脆 如果你有去新夜日本料理吃吃到飽的話 這唐揚雞一定是必吃的一個餐點 各位看一下 它其實外皮已經有一點軟掉 不然它吃起來會蠻酥脆的 那這個我剛剛有吃過,可以吃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放冷的外表沒有那麼酥脆啊 可是它的肉還蠻鮮嫩多汁的 然後它有搭配一些四季豆啊 還有一些炸的一個黃椒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胡椒包 其實直接吃就蠻夠味了啦 那你如果覺得味道不夠的話 可以加一點這個胡椒包 那我們現在再來開箱這個 禮木魚便當 因為它菜色其實還蠻多的 它菜色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一下 其實便當的菜色都差不多 那你買這個250的便當的話 就是會多了一個這個蝦子 然後其他的菜色其實大致上都大同小異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禮木魚 好,禮木魚其實還蠻大塊的 好,然後來看一下 這禮木魚看一下 禮木魚的話其實還是有刺啦 吃的時候呢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配菜的話大概就是 這就是青菜 好,青菜 然後一個日式的煎蛋 然後醃漬蘿蔔 然後這邊的話好像是一個什麼 好像也是養生的蒟蒻洞 養生蒟蒻洞 然後一個蝦子 然後這個的話好像不知道是什麼 炸排骨 剛剛我吃過味道也還不錯 然後還有一個地瓜 那這邊就是筍乾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青包糰 好,青包糰 這的話就是青包糰 好,下一個便當的話就是 和風松阪廚便當 好,剛剛有各位看一下 那你各位看一下 其實這個200塊跟250便當 就插在你的主食不同 然後 就少了一隻蝦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幫你們做一下對比 好,可以做一下對比 這個是250的 感覺那個炸排骨 比較大塊一點點 但其他就差不多 少了一隻蝦 這個松阪豬飯 好,大概是打完折 大概是158吧 然後他的排骨就比較小一點點 其他的話 然後少了一隻蝦子 其他的話 其他的話就差不多 這個呢 松阪豬 好,他其實比較 切得比較大片 然後是屬於薄片的那一種 各位可以看一下 算薄切的 然後 我來試一下這個味道 嗯,他這已經有 調味過了 應該不是不只有 天然的海鹽 然後應該還有做一些調味 然後味道的話 整體還算不錯 好,然後以上這就是 今天為大家開箱的 新夜日本料理的便當 那至於其他還有更多的 菜色部分的話 找時間的話 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囉 那就這樣子,掰掰 這個飯其實還蠻Q的喔 還蠻Q的 整體 份量的話應該 我覺得 還可以啦 最主要這個飯 其實真的還蠻好吃的 飯 那我要繼續吃飯囉 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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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